我願意跟 把某一家人道歉 但是 全案還沒有定業 女童的家屬 人家也還在上訴當中 我認為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是特觀一點 理性一點 對不起 最後我是想跟大家講 我想回到正常生活 好 經過這幾天的時間 我決定 必須要跟大家把事情 都講清楚 那有些事情 也必須跟各位還原一下 那至於大家最care的 是八十九歲的時候吧 的這個詐騙案 我的判決書上面 或許我不是主謀 但我確實就是 其中一個共犯 那在當時 我的家人 也有跟 這位阿嬤 跟阿公 親自登門 拜訪 然後致歉 甚至 包了紅包 我也因為此案 我入獄 服刑 我從今年的三四月 我真的委託非常多人 我在找這個阿嬤 我希望等我整個處理圓滿之後 我去致歉了 我跟人家 達成和解 我什麼東西我都做完了 我再跟各位講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這個保姆案 在我當下的出發點 我很簡單 我的朋友 他的小孩子 送到保姆家 送到保姆家之後 結果就發生這樣子的悲劇 人家委託我幫忙 能不能幫他們發聲 站在我的角度 我一定會這麼做的 那為什麼 我兩天前我要先道歉 因為我尊重 我尊重這一次的司法判決 如果我 我當初的行為 有影響到保姆一家的話 我願意跟 保姆一家人 道歉 但是 全案還沒有定驗 女童的家屬 人家也還在上訴當中 我認為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是客觀一點 理性一點 來面對就是 這些事情 跟當時的大家一樣的發生 那 我得去承受這些的話 OK 我願意跟保姆 還有保姆的一家人 道歉 對 對不起 最後我是想跟大家講 在這段期間內 其實 我認為我很想 回到 正常的生活 我很想回到正常的生活 還叫我去 往生死給他跪 然後被他指責 我把我那個影片 就一直問我怎麼摔 我說我根本就沒摔他 我只要說我沒摔他就揍我 沒摔他就揍我 然後就打標這樣子 就是他們好像是法官一樣 就是要跟你判罪 那那個先生說 你最近這兩年 一直吃不好睡不好 然後體重也一直往下掉 我來是50、51 然後現在 剩40、53 被來罰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們家這個折瀾是 我帶來的 你自己想說 你自己才去看 你自己也會 那一年 因為你在那一年 是有些什麼 等於找到 說那些人 就是醫生開的這裡 就是有開到 然後我現在腦子裡面還有一顆0.5、0.6公分的窩 然後當初對方出我家打我的時候 一直往我這邊猛捶猛打 然後那時候我前一個脫育的小孩 他的爸爸 他說他不小心因為疫情還怎樣 然後他的姐弟沒有辦法送過來 因此我已經就沒送過來 然後我就請他媒合 然後他們社會局 他們政府要弄這個走光拖 然後社會局要授權給COE中心的保釋員跟站長 去媒合家庭給保姆 但是他完全沒有負責 就是把關的工作完全沒有做 那時候那個站長就說 那個年輕阿嬤 然後名字跟你插一個字 然後很健談 然後不錯什麼 就丟過來 他就是丟過來跟他講 講故事點是偷一偷就丟過來 然後丟過來 他來的時候就說那個孩子會24小時 然後丟過來我們家這樣子 然後第二天來 第一我有跟他說是不是會待出去外面散步 然後我記得那天好像都有嚇毛毛 第一天我也跟他出去 然後就覺得他很灰很吵 然後第二天他來的時候 然後一進門其實屁股就很大便 阿嬤是知道的 對 然後我跟他說 那天好像是臭臭的 然後我等要幫他換 然後他那時候有說叫不要幫他洗澡 我也沒有幫他洗澡 很吵 就在地墊會是一直灰 就是他阿嬤說在家可以喝到很多 然後他會一百二喝很久 會三四十分鐘 那你想他七點多來我會累嗎 先忙忙照顧我也在旁邊嘛 然後後來就是我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放在他店裡 他第二天有帶一些玩具 當他在地墊裡面玩玩具 然後玩玩具完之後 他就是回 後來我就說那你是不是要出來 就是扶在桌岩那邊 然後桌岩那邊 那邊他就是要 還是要過來給你抱 他就是那天一直要跑抱 而且我發覺那位小孩好像不會 不能躺下來 躺下來他就馬上爬起來 他那時候 那時候可能是腦部就在痛 然後他桌岩就是沒扶法 過來抱的時候 就是摔到地墊上面 他那時候就是 我發覺他是兩點不能退家 而且手腳還要趕快抱起來 然後那時候 抱起來的時候我就 我就有打給阿嬤 那個小女生 那時候要上救護車 他的臉是平滑的 然後眼睛也深開 然後簡作又問我 他說你覺得他有呼吸 我說有 他就是一直哭很慘的那個聲音 然後因為他在家摧摧是四小時冷氣 所以他有油耗握差 還有他送過第一天 在他家就已經有摔到嘴角 那個他們都沒有講 他嘴角就已經有流血 然後我頭也有撞到 這個是他們承認的 他都沒有講 然後他那天一直哭鬧 就是我手帕小手帕擦的時候 他會破瓶流血 他也全部賴給你 然後後來賴完之後 他就叫你去醫院 他叫我去往生事給他跪 然後被他指責 然後我去醫院的時候 我跟董事員趕去醫院的時候 他阿公來了 他就趕我出去 那時候他說疫情 你不能在這邊 然後他阿公就講了一句說 什麼要開刀怎麼選 我那時候跟董事員兩個就傻眼 他說他只是摔倒撞到地墊 怎麼可能 然後後來 我跟董事員處理到一點多 我回來的時候我跟董事員說 我想打電話關心那個小女生 然後四點多打給他 還滿好傳來給他 這個對話過程點錯都有 我跟他講說 這個非常不好意思 讓你的婚女摔倒 然後如果我需要的 我願意去照顧他 他跟我說撐過今晚 撐不撐過今晚不知道 我就說他只是撞到地墊 然後我們過來之後 我們家就開始被破壞 然後然後就一直在網路上 一直說什麼 我摔小孩什麼什麼 然後來 那時候打我那個影片 就一直問我怎麼摔的 我說我根本就沒摔他 我只要說我沒摔他 他就揍我 沒摔他就揍我 然後就打票這樣子 就是他們好像是法官一樣 就是要跟你判罪 那時間幾乎 不太敢出門 然後也沒辦法睡覺 然後就一直很執著 為什麼我要去接這個流氓太子 為什麼我要去提醒這個任務一站 主站長的話 去接那個流氓的案子 他那時候有說他是刺青師 就是爸爸不會出面 他坐席正常 是阿公阿嬤來接小朋友 我有問他刺青師會不會是流氓 他回了我一句 流氓沒有關係 腳前正常就好 我要問一下這個任務一站的主站長 刺青已經到這邊 法律也往我們清白了 這兩年你過得好不好 你睡得著嗎 你心裡有一點腿腳沒有 你還有資格當戰爭嗎 你這種沒何方式 你要害死多少保護的家庭 你今天社會局 要 授權給戰爭沒有東西 你不需要拔棍嗎 你把全部責任都丟到保護身上 我們承受得了 這件法律也往後清白了 你還覺得我們有錯 以後誰敢當保命 誰敢當幼教室 如果這是我牽絲的英國承受 但是 就是 我改用的清白你要還給我 那上面保佑 那我跟崇峰也講 求求你的話我們一起清白 然後我們就是來還問這樣 那那個先生說 你最近這兩年一直吃不好睡不好 然後體重也一直往下掉 我掉了十幾公頃 我本來是 我本來就不胖 我本來是五十五十一 然後現在剩四十五十三 沒有辦法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們家這個責任是我帶來的 包括我不是 而且我是連夜到外面 沒辦法在家住 然後我整個家裡 然後包括我先 用個血量收了我 他為學校那時候 帶學生 進了多少工 然後被學校這樣子對待 那還要去教學 還要去承受 老師 教學生 家長的眼光 嗯 他甚至也到他們 的那個網站去洗版 說他是殺人犧牲犯 甚至也叫學生配偶拍照 說那個殺人犧牲 什麼時候會病的 殺人犧牲犯可以交出 就我抹滅他 那他的壓力也很大 我都覺得這個錯 是我帶來了 為什麼我這麼急 去接那個case 所以現在就是你們整個家也都被這一些 不管是學校啊 社會局啊 還有這些所謂的網紅 對 都給毀了嗎 所以你們家這兩年的近況 比如說你們家的經濟來源 除了先生以外 你那邊現在目前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維生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通知 我一直都走不出來 然後之前 你有短暫去打一個禮拜的工 然後問題是那個 就是會一直想起那個畫面 然後就是有一天我在外面那個 一個是那個街道 那個剪錯給我們不起書的那個證明 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上天真的已經 慢慢這樣幫我們請辦 然後我才去工作不到一個月 所以等於說是工作是目前這個月 等於說暑假才開始的嗎 也還沒有 就是現在目前還是覺得如果有跟外界接觸 是不是熟悉的對象 你都會想起過去那一段恐怖的經驗嗎 想起都會啊 多少都會啊 就是跟爸爸講話 可是我去的時候就跟我爸爸講講話 嗯嗯嗯嗯嗯嗯 對我把我的照片弄他講話 嗯嗯嗯嗯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 應該要到一個段落了 嗯嗯嗯嗯 那我們 我們家也付出很嚴重的代價 嗯 那應該要為我們清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